到20 了,Price Floor 了,我們判斷是否效果 P1 這個位置是因效果的,所以開始點在Equilibium Point E 但上到Price 2的時候,就是效果了,所以我們會上去跟着P2 這個位置 然後他就問你之後的情況會如何,你就逐個逐個看 A 那個Producer Service 升了,那舊那個呢,就會是P 和MC 之間的Difference 就是這個,你會見到,新的價錢在這裏,MC 在這裏 但我們不會是這個三個型的,因為我們還要看數量這個 所以新的三個型就會變成這個 那你會見到,就是出現了,就是有個Area 是減 然後另外這裏就有個Area 是加 所以一加減的話,其實Producer Service 在這個位置就不知道 那 Quantity Trance 就 Remain as Q1 不是啊 它由本身這個位置,其實它是由 Q0 落到 Q1 的 所以少了 Debt rate loss 會增加了 你看看你對增加的定義是什麼 由沒有變有,那一定是增加的,不過我們可以保持一保持 那他就說,Assess Demand 變成Assess Supply 其實從來都沒有Assess Demand 出現過 那所以你選擇Choice 就要選C 因為由沒有變成有 那20C 就只有六成人,對嗎? OK